示範腰痛可以做的三式腹圓運動 第一是坐姿前彎運動 當然我們就坐在有靠背穩固的椅子上 身體向前彎 然後再來回做一個彈性的前彎這樣子 來回做個十到十五次 這可以讓想要提升 然後腰部僵硬的人 可以先慢慢的讓他恢復彈性 第二是四字身 就躺在床上的時候 如果單邊有腰痠的形式 可以腰痠的那一側 先彎膝蓋 讓腰跟屁骨跟床面呈九十度之後 腳踝勾著對側的膝骨窩 可以停留十到十五米 第三是 醫生是單腳 單腳踩的橋式運動 那就 先單邊的膝蓋往胸口 另一側的膝蓋 另一側膝蓋彎曲 並做橋式的腰痠運動 可以停留十到十五秒 這可以訓練後側的核心肌群 離開 旁邊的療餅 是 這裡 也是 感谢观看